由杨阳,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将在日本首播,定档7月12日,一名为白金恋人。 这个夏天与图桥晶晶走出国门了。时光匆匆,还记得去年与图桥晶晶带给我们的甜蜜盛夏吗?满满都是心动。 恭喜迪丽热巴又一部作品走出国门,再次文化输出,乔晶晶要去日本出差了,软萌可爱又性感的大明星乔晶晶谁能不爱? 《你是我的荣耀常委》效应非常可,节假日播放量必破400万,日常300万,迪丽热巴饰演的乔晶晶疯狂吸粉,乔晶晶美貌惊人。 若是有神明,他会是最惊艳至高无上的美神,你可以永远相信迪丽热巴。 恭喜大明星乔晶晶,迪丽热巴两部暴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与君出相识恰似故人归一股一金走出国门。 现偶古偶还得看抗剧《女王迪丽热巴》。 乔晶晶和纪云和一起在海外播出了,与君出相识在马来西亚播出,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在日本播出, 让我们恭喜最大的赢家迪丽热巴。 今天恭喜两位红人乔晶晶,纪云和携手走出国门。 迪丽热巴给你的惊喜不止一点点,善解人意乔晶晶库萨十足任安乐一身正气安妮,每一部作品都是口碑热度全面开花。 乔晶晶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,她处在令人羡慕的环境,但她不但不任性还成为了很多人的小太阳,在别人有困难时会伸出援手,在别人需要安慰时她高情商地做出鼓励,她自信又善良,不管在哪里都是耀眼的存在,感谢2021年的盛夏遇见最好的荣耀。 特别招人喜欢的乔晶晶。 真的很喜欢纯天然大美女演偶像剧,尤其是升台行表剧家的实力派抗剧女演员,好爱看八姐的剧,难怪八八海外剧粉也那么多。 杨阳演的于途就是少女新收割机,于途真的帅。 世界上好的语剧太多,都不足够形容你。 杨阳在海外的人气也是一起绝尘啊,于途又要收获一批迷途女孩了。 于途,你的事业比爱情更浪漫,爱情再甜,甜不过航天人的星辰大海。 手可摘星辰,心可在美人,你是我星辰大海里寻到的心上人。 再次期待于途吧。 这个夏天又可以看到于途和乔晶晶了。 杨阳在日本很火,舞动乾坤,旋风少女,微微一笑他们都买去播放过,全职在网飞也很火,所以日本非常懂怎么吸引观众,只需要大大的杨阳图一放,名字摆在最显眼的位置,比啥花里胡哨的宣传都好使。 让于途老师给霓虹看看我大国航天。 给大家看